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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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走 我走 卖弄 过两天给你们弄一大个儿啊 你们好 唐总经理 来晚了 走 走 然公啊 对子佩 不要过于苛求了 子佩啊 好大喜功 不管这眼点 早晚会出乱子 爹 日本面粉收购的情况如何 爹 是这样的 这一个月以来 我们兄弟商行 从日本樱花面粉那边收购了三十五万包 从咱们海家的营号借贷出了五十四万元整 现在市面上的樱花面粉销售已经开始放缓 而且很多粮行都开始断货了 正如之前我们自己所推算的那样 他们存货已经不多了 最多再用十万元 我们就能让日本人彻底的脱货 现在账面上还有多少钱 十二万 继续收购 不得放缓 是 爹 今天上午子萱从西库那边调走了五百包面粉 说是给柳帮主送过去了 这事我知道 目前灾情严重 闻贵啊 马上打开西库 设立赈灾周棚 伯父 今年的灾民数倍增余往年 咱们现在又是用钱用粮的时候 您看这周棚是不是 不行 民意实为天 人命大于天 西库要马上开库放凉 知情啊 咱们到街上走一走 好 正有此意 柳帘 这是需要人你留下 好 来 行吧 那你们先忙吧 走 大哥 你看 日本的羊粉已经没货了 月兰做得不错 爹 谢谢您的夸奖 卖报卖报 兄弟商行 趁灾投货 行李面粉 懂断涨价 卖报卖报 包头 来分报纸 谢谢 太不像话了 太卑鄙了 这血口喷人吧 哈哈 这说明他们已无力回天 才传扬液口 不必离婚 只要我们稳定住市场价格 过去日子 其言 不公司 真的不能退 什么 不能退 你明白吗 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 这不能退 怎么回事 急死我了 这 海老爷 这 大哥 这面粉里头 恐怕传来草稿 吴长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海老爷 这批麒麟粉都是这样 小的也不知道啊 他说什么我也不明白 他说什么 问问他 谢谢听我问问 不好意思 请我帮助你 可以帮助吗 美女 非常好 你能说英语 对 我之前学了英语 我之前 有什么东西 可以帮助你 帮助你 帮助你 对 他的货币 还不太好 价格 我要返回 对 我明白 继续 续续续 好 谢谢 好 爹 这位先生说了 说这面粉的质量 现在比以前差 反而价格上去了 他要求退货 吴长官 商行规定 卖两块二 你为何提价 回老爷 这日本良行的面粉 都没有货了 这个市场呢 是我们的呢 这价格 我们可以定啊 市场是要夺回的 但是 不能够随意涨价 现在正是灾荒季节 不能让老百姓 买不起粮食吧 老爷 我这也是想 现在把市场收回来吧 这个人家 你的损失 我报 吴长官的 把这价钱赶快调下来 值钱他们的损失 我们商会 会想办法补偿给他们 好好好 一定一定 那请 这一瓶面粉的质量 怎么会这么差 听文贵说 这次用的是此配 从河南发来的那批麦色 这个蠢菜 一共出了多少包 已经出了两万包了 全部收回来 和稀苦的面粉 对调一下 是 爹 我现在就去安排这件事去 像话 山本俊 这么着急找我 是面粉卖得不好吗 不是不好 是太好了 面粉销量的猛增 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已经快脱销了 那是好事啊 不 这不是正常的销售 我已经查明了 是兄弟商行 在迅速吃尽我们的面粉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在逼控我们 这种做法太霸道了 虽然他们很可能 耗尽所有的钱财 但我们更可能 会死得更糗啊 这就是海家的风格 山本俊 怎么了 东北的面粉什么时候到 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现在河道不畅 不能用大船 只能用小船 加拿大的面粉呢 两个月 澳洲的呢 最快 三个月 不会用大船 如果我们做了 一会儿 也有不便 已经赶了 哪一会儿 去哪个月 你开心 我根本就会是 我们担心 están 您静下 他们的精神 要是 来 你来 找他 这些事 一会儿 这么多的部分 山本君 要不我们停止销售 或者提高价格 不行 不能停止销售 更不能提高价格 否则我们会功亏一篑 山本君 别说了 你回去吧 我来想办法 让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已经派人留意各大银行 银号 近期内 并没有兄弟上行借贷的消息 还证然 你这是一部线手啊 今年海家的粮食 收上来了吗 叫了两万两千包 还差五千包 两万两千包 存在什么地方 在我们的餐库 明年是多少包 三万包 好 连同明年的一起收上来 我几次催过海棠氏 但是 他都在搪塞 看来 他是不想再交给我们了 海棠氏 患者协议到现在应该有九年了吧 对那个孩子海家没有怀疑吗 没有 海夫人演示得很好 并且通过这个孩子得到了很高的地位 好 这份协议现在可以拥有了 海棠氏 海棠氏 我要用你冒原钱庄的银票 让你这部线手 变成死期 买卖卖中的钱你跟我弄哪儿去了 现在人家要钱都要到我这里了 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买了 买了上海的橡皮股票 混账 我千方万方没想到你有这么一手 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 爹 我这也是为商行好 这么着 您给我一礼拜 不用 三天 我翻着翻把钱给您挣回来 今天你不把钱给我拿回来 我就打死你这个虐掌 我去 我现在就去什么时候 你罚那么大活干嘛 海夫人 我是来收面粉的 天旱水浅 粮食根本就收不上来 你能不能再多给我一段时间 海夫人又来这一套 我以惊人之意惊 今天我必须要收到我的面粉 我不是不给你 是我根本就收不上来 眼下草运不畅 粮食收起来都很困难 能不能过一段时间我再给你 需要多久 那也得过了雨季 我还需要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我只能给你三天的时间 三天五千包 这根本就不可能 不是五千包 五百包还差不多 我还可以想想办法 不是五千包 更不是五百包 是三万五千包 是三万五千包 三万五千包 真有意思 哪儿出来这么一个数啊 你们两个给我听清楚了 三天后 我要连明年的面粉一起收 一共是三万五千包 你疯了 我们今天刚刚给了你们两万连千包 现在你们又要三万五千包 你说你一个女人 你要那么多粮食干什么 你不知道眼下我们正跟日本人较劲的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全天经的人都知道 我当然也知道 知道 知道那你还在这个时候逼着我们要面粉 你是中国人吗 唐先生还是不要激动的好 有伤身体 你 你是日本人 不行 剩下的面粉 剩下的面粉 我们一包也不会给你的 海夫人 你过来 快来看看 你的孩子 多可爱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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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干什么 我的孩子怎么会在这 混蛋 你们这帮混蛋 那孩子做游戏你们算什么本事 你们两个给我听清楚了 三天后我要见到属于我的面粉 这一切都会过去 你还会安安稳稳的做你的海家大少奶奶 和你的孩子享受海家的荣华 享受海家的荣华 你这样做游戏 这些人看着, 也会出这些人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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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蜂子 你慢慢地还钱 还钱 你一把 你快 三 二爷 二爷 完了 我情下荡前了 坐手 二百年啊 上火面来扬两刀 上火面了 改慢了 走 上火面了 开门 放到镜头 停 书彼此 书彼此 我要对线补充 快快快 你们先开 想屁股皮熬让世界崩盘了 绑妈绑二十八万 我的股票要现钱快 难道你不明白吗 绑判了 行 你把本金给我行吗 你把本金给我 我立马走人行吗 你真的不懂吗 你的钱 我的钱 还有大家的钱 一样都没有了 你说吧 一样都没有了 是啊 这就是放钱 头子 奉你妈的钱还要奉钱 拿钱来快 下次我一言没有 密子 你妈你不能这样 我 我怎么办 我的老爷子能叫我回去 我和二十八 听说你的钱还不回来 你把钱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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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知道 我不要钱了行吗 我找不行吗 放 我怎么让你知道 什么事放开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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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 你把钱翻 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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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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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着二爷在 不怕没拆手 你别难过了 都是哥不好 当初要不是哥带这个一尺不好 把这个日本娘们带回来 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哥 你别这么说 你这么做 可都是为了我好 这都是妹子的命啊 我决定已死 来向海家谢罪 不许胡说 可就你这一个妹子 可是不会让你白揍这么多年罪的 哥 你放心吧 这事哥来处理 哥 你可知道 这钱关系到多少人的性命 我告诉你 从今往后 上行里的一切剩下 不许你再插手 再不了把我那酒楼卖了 把钱还给你就是 滚 滚 怎么了 子佩 又出什么事 你少 爹 您怎么又发这么大火 难道 天要亡我 亡我海家吗 爹 子萱 你赶紧清点所有账 把你岳父和查理 给我找来 北洋六镇 杨大人的金粮钱到 我已经叫人去催这笔款了 商行账面产还有多少 不足两千两 茂盐贵剩有多少 现前也不足一万一千两 而且我们商行在海光寺仓库里的面粉也只有三十万包 如果卖掉这些面粉周转 只能按照市面上日本人订的价钱一块八出手 这就意味着 如果把这些全部出手的话 我们还得再赔二十万两银子 况且一时间找不到下家用险钱接手啊 我倒有个办法 快说 什么办法 丢居宝帅 申请破产 惯着这个杀蛤蟆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那样的话 就会让那些中小股民倾家荡产 我们虽然没有损失 但是良心何存呢 商道也要遵循天道啊 况且破产就意味着天津市场 会全面落入日本人的手里 事关重大 不行不行 我决定了 这个钱由我海家来处 你们不用担心 海家钱庄了 现在周转起来都颇敢吃力 哪有剩余的银两啊 等等 大哥 你该不是想动用钱庄的本金吧 这次我怕是要做一件 上对不起列祖列宗 下对不起各位储户的事情 董事长 我们收过日本金四十万包面粉 他们手中给我们钱庄金六七十万两银票 一旦发生挤兑后果不该设想 都别说了 就这么定了 董事长 烦老二位先帝先去安排一下 子萱 拿上我的条子 到茂园 我的名相借出二十万两来 给河南众位掌柜 爹 您可想好了 这可是他们海家的立身之本呢 事到如今 我们绝不能退后半步 快去 你这个可恶的日本娘们儿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唐先生 你少废话 把契约还给我 否则我就了结了你 来呀 杀了我 如果杀了我 就能救你妹妹的话 那该有多好呀 只要我一死 那份契约就会由别人交到海然宫手上 三万五千包面粉 我已经准备好了 把契约还给我 太好 以后不准再找我妹妹的麻烦 否则 否则 杀了我 只要让我见到三万五千包面粉 那份契约我马上就可以还给你 不明白了 大少爷 这么晚了 您这是 老爷睡了吗 已经睡了 没事 你下去吧 是 爹 娘 孩儿不孝 没能保护好妹妹 是我一念之差 把日本人引了进来 不但害了妹妹 更害了财家 爹 你放心 所有的错 都有我这个当哥的一个人扛着 我不会让我妹妹有事的 亭天君 是 片岗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他在安抚那些断货的商人 你去告诉他 我们的面粉应有尽有 赶快来领吧 是 这一共是多少 五万七千包 这么多 那给我们订什么价 一块钱 太好了 那就是说我们的本是一元 可以卖到一块八 还有八毛的利润 不 片岗君 你们的卖价 是一块钱 一块钱 那我们的利润呢 你听我说 你们的卖价是一块钱 利润也是一块钱 多谢商人家 为了帝国的利益 不必沿险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你们只能卖一块钱 明白了 拜托 山本 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们的面粉 都到了我们的手里 看他们拿什么跟我们斗 大哥 钢墨损坏的怎么样 没什么大事 钢墨损坏的原因 大哥 损坏的原因 的确是面团里头 掺杂了很多的杂质 不过 没什么大碍 玉兰 老二呢 他不说这批麦子成色很好吗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杂质 总经理 爹 您是在叫我吗 您有什么吩咐 紫沛呢 紫沛 今天我也没看见紫沛 爹要不然这样吧 我去找找他去 让他马上到这来见我 是 大哥 您先别生气 两个技师正在处理 这个技术问题 我应该能解决 我们还会能磨出很好的面粉来的 大哥 日本人的仓库已经全空了 天津 直立 整个华北地区的市场 又回到我们手里来了 大哥 我带了一瓶香槟 正宗的法国货 咱们庆和一番 咱们庆和一番 大哥 一块钱 售价只有一元钱 什么 一块钱 你看看 日本樱花山行 为赈灾行一举 一元一包就黎民 他们有多少货 具体我也不清楚 但是肯定是不少 来路呢 总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 大哥 你过来看看吧 这是我从他们那儿刚买的 你仔细看看吧 这不是我们 就是那瓶面粉 和从吴尚贵带换来的 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的 你是说这批面粉来自 西库 爹 我没找着老二 不过已经安排下人 去通知他 让他过来找您 别上这儿来了 召集所有的人 跟我去西库 去西库 去西库 爹 要不然这样吧 我去提前通知一下文贵 好让他有个准备 都到这个份上了 还准备什么呀 还不快走 你救了黑龙灰 不 是海家的面粉救了我们 海家那边有什么反应 没有 只是他们想讨回这份契约 你觉得复制同样的契约困难吗 哥 哥 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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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文贵 文贵 哥 哥 你觉得为什么呀 文贵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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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副导人 副寄哪人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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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了吧 以后啊 别进把屎盆子都往我头上靠虎 二爷再怎么说姓海 做不出赤岭爬外阁屏朝外拐的事 对吧 大嫂 闭嘴 你给我出去 爹 你干嘛冲我发了 鸣枪一朵家贼难防家贼啊这是 出去啊 亏你这酒楼去 得嘞 我走 我先走 我先走 我太假假门不孝 对不起 我对不起山寒啊 我的老兄弟 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文贵这孩子 我清楚 这些年来为海家为商行没什么 他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脸皮这么薄啊 我们要封封光光的把他厚葬了 人已经死了 就让他去 这件事 除了这个门 谁也不准再提起 都别等我回事 子萱 把文贵抬出去 厚葬 我 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去 你怎么回事 我 我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 替我多宵敬殿 狗 一九得九 二九十八 三九二十七 四九三十六 五九四十五 钟奇 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吗 没有 夜里总是心痒 睡不着 钟奇哥哥 最近总是没精神 总是一个人出去玩 也不理我们呢 对 对 我就是出去玩一玩 什么 你说什么 钟奇 快让小姐来看看 你是不是病了 没事 我出去玩一会儿就没事 二叔 二叔 可导致你了 二叔 你找我干嘛 去上次那天要玩 怎么了 快去吧 二叔 下二叔带你那酒牢玩去 去 好 走 走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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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女人 我这枝是最好 这枝是最好的 那枝是最好的 大枝是最好的 你是怎么回事 当年 我为了得到这个孩子 跟他们签了合同 是用面粉换来 可我没想到 那个医生 居然是个日本人 大得好 我太大 你知道 这九年 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他们天天要挟我 哥哥的命就是因为我而死的 就为了这份家产啊 你现在就把洪贵的命给搭进去 你是非要搞得家破人亡才甘心的你 子萱 哥 我错了 确实是我的错 这么多年来 我睁开眼睛 看见他就是重启的脸 闭上眼睛 就是那一包包的脸子